大家好,我是George,我是齐 今天继续设计模式的课程 我们上一讲讲了代理模式 这一讲我们将继续介绍代理模式的一些进阶的知识 我们回到PPT 上一讲我们讲个代理 这一讲我们会讲一下Java的动态代理 说起动态 那我们不如先讲讲什么是静态 所谓静态代理 就是我们自己手写的代理类 就如同我们上一讲所讲的内容 我们会有一个主题类 有一个代理类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静态代理 就是说我们在程序运行之前 就已经编译好的代理类 那相反 就是说如果这个代理类 我们在程序运行之前并不存在 那么就需要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和动态生成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动态代理 那如何生成呢 Java就是依赖它的反射机制动态生成的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Java动态代理 Dynamic Proxy Java中通常使用Proxy这个类 来实现动态代理模式的支持 它主要是依赖有一个静态方法 New Proxy Instance 方法的原型如下 就这样的方法原型 那么它有最重要的三个参数 Loader Interface Handler Loader是什么呢 Loader就是说 类的一个加载器 一般是指我们当前Java运行环境的一个默认的类加载器 或者是说如果是第三方库的话呢 就可能要引入第三方库的类加载器 这样才能保证类正确加载 第二个Interface 就是我们要被带领对象所共有的一些接口 就是这个Interface 它是一个class数组 最后一个是Handler Handler的话呢 它主要是调用处理器 它必须要实现InvacationHandler这个接口 它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说具体定义了代理对象 实际需要具体做的操作 这个InvacationHandler 和这个Proxy的关系呢 就像Runable和Thread的一个关系 它主要呢 是提供一个方法 就是Invoke Invoke从字面上意思就很容易理解嘛 就是调用 它和那个Runable的Run方法 其实非常类似 然后呢 它这个方法主要定义了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Proxy 执行这个方法代理对象 其实本质上就是说 我们这个动态代理 那就必然会生成一个动态代理的对象 对吧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代理类的一个实例 相当于这个Proxy就是这个实例 第二个Method 就是表示真正对象具体需要执行的方法 这个呢 这个Method的具体的定义呢 可能就是需要大家去对反射机制有一定了解 这可能需要大家在加法基础课程 对反射进行一个详细了解 最后 AgreSQL是表示说 真实对象 实际执行这个方法是 所需要的一个参数 好的 那我们实际还是用代码 跟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打开Eclipse 新建一个工程 Dynamic box 同样的 建一个Method 好 还是做一个简单的把音 This is Dynamic box Method 执行一下 没问题对吧 今天我们既然要给大家介绍动态代理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写两个不同的接口 然后来看一下是不是能够同时代理他们 首先 我们就有一个叫 I Me C呢 就比如说这是一个 卖小米的 接口 提供一个方法 Buy 对吧 你可以去买 小米 好的 我们再定义一个接口 比如说我们叫肯德基 好了 然后他提供一个接口是吃 我们就是让这两个安全风马牛不相及 给大家来展示这个动态代理的特性 好的 这个时候我们那我们肯定必须要有两个真正的实现类 对吧 那我们首先就来一个kfc 肯定要实现这个 ikfc 这个接口对吧 那他肯定就有吃这个方法 我们做一个答应 我们在kfc吃了 就在 对吧 好的 小米这个 小米这个当然我们就是有一个 比如说小米商城 什么的对吧 集成 实现 对吧 然后我们做一个答应 我们买了第一部小米手机 对吧 好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要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个header 我们就叫做 oxy 然后他必须要实现 invocationheader 它的一个方法 invoke方法就是真正的调用的方法 同样的 我们还需要把我们需要代理的真正的subject 就是我们上一讲讲的realsubject 传给他 他才能够真正去调用 对吧 就是说我们加一个构造函数 然后我们加一个object 我们就叫realsubject 就是真正被我们代理的那个对象 这个时候呢 很难在创建的时候 需要把它传过来 做一个复词 然后我们在真正调用作用的方法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需要master.invoke 对吧 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的realsubject 第二个参数就是我们传入的参数 这个invoke的使用 master的invoke使用 大家可能需要去参考一下 加瓦反射中函数调用的逻辑 好的 在这之前和之后呢 我们就做一个 简单的答应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rate保留下来 最后做返回 打入返回之的话 另外的话呢 首先 我们先做一个 反应 表示我们这个真的代理是有走到的 对吧 call the proxy handler 对吧 我们咨询完了 我们再做一个答应 我们做一个中文的答应 我们代理了 我们把realsubject的真名给打出来 对吧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proxy handler 那我们真正执行的时候需要怎么样呢 首先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代理这个肯德基对吧 那我们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 ikfc 这个对象嘛 对吧 比如说 那我们首先又刚刚讲的 用proxy 使用它的newproxyinstance这个方法 class loader我们怎么传呢 我们就传这个当前这个类的 class loader就可以了 第二个参数就是说要传interface 对吧 我们要传它这是哪个interface 我们这个现在是要kfc的 对吧 对吧 那我们就一个ikfc 这个class 那么它其实是一个class的数字 那我们就需要先new一个数字 然后它只有一个成员 对吧 或者是 或者是说我们不这样new也可以 所以第二种方式呢 我们等会再展示好了 然后第三个参数呢 就是说我们需要传这个handler 对吧 那我们就new一个这个handler new一个 proxy handler 把realsubject传过来 好的 我们把格式稍微做一个调整 让大家更清晰一点 realsubject我们传什么呢 那我们就真正的去new一个真正的kfc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需要做一个强制兑换 然后转成我们想要的机会 这样这个kfc 就是我们被代理之后的这个对象了 那好的 我们去做一个调用 比如说eat 这是第一个 我们代理了kfc 我们用这个proxyhandler 解释去代理了这个kfc 第二个 那我们同样的 我们就要去 代理这个小米 对吧 然后我们接口可能就是 i-e-sale 对吧 那我们第二个 这个要强制反的这个东西 对吧 那这个地方new的对象呢 可能就是mistor 对吧 好的 这个地方我们就用第二种方式来给i-e-sale 演示一下 那我们其实就只需要用mistor.class.get interface 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真正被代理类 它实际上所拥有的interface 对吧 就这样的 那我们就试一下我们执行的效果 看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看我们在kfc吃了一顿fac 对吧 那前面我们调用了这个proxy handler 后面我们代理了kfc 同样的 我们callproxy handler 对吧 买一部小米手机 我们代理了mistor 也就是说我们同样这个handler可以带 任意任意做的interface都可以代理 相当于我们只写一个就代理了非常多个 而且是一个运行态才动态的去代理的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动态代理 好的那我们还是再回到PPT Java动态代理的总结 就是说这个proxy设计的已经非常完美了 但它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就是它始终只支持interface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动态生成这个代理类的时候 这个动态的这个代理类它是有一个full类 叫proxy Java注定只能继承一个class 因为Java这个语言它就是一个band继承的 所以说因为多继承是行不通的 所以我们这个动态代理它只能实现对interface的代理 不能实现对class的代理 但JDK不支持的话 类的动态代理其实还有CGlive aspectJ 有新的同学可以深入学习和研究一下 好的 今天Java动态代理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